不能够靠这个所谓的集体的免疫来解决问题 这是一个传染性很高 病死率很高的 你说这百分之七六七十的 这个自然得了感染以后恢复了 以后就没有 没有任何一个病是永远 就是我指的就是像这些 这些就是冠状病毒啊这些 没有任何的证实说 一次感染以后永远免疫 没有 除了就是天花 这个 Polio就是那个脊髓灰之炎 这些一次得了 终身就免疫 这种还没有证据 所以这个时候最重要的 下一步怎么做 是要很快的生产出有效的疫苗 这个是当前非常重要的任务 当这个整个工作呢 我想下一步做需要很好的国际合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